老鹰的天敌出现了 吃老鹰就像吃零食 看它如何捕猎凶猛的老鹰 在大家的印象中 老鹰是凶猛的空中霸主 属于自然界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 无论是野兔、老鼠等小型动物 还是老虎、狮子等大型陆生生物 都不是它的对手 老鹰属于鹰型木猛禽类动物 俗名雕 全世界有59种老鹰 鹰分布在地球上 除了南极洲以外的每一个大陆 在沙漠、丛林、沼泽地、树林、高山、海滨 都有老鹰的踪迹 老鹰喜欢白天猎食 夜晚休息 它是鼎鼎有名的千里眼 即使在千米以上的高空翱翔 也能把地面上的猎物看得一清二楚 锋利的会撞嘴和强大的攻击力 让它基本上没有天敌 不过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万物相生相克 就算是老鹰也有制衡它的天敌 它的天敌就是号称鸟中平头哥的碧胜鸟 碧胜鸟属于大型的黄腹捕蝇鸟 亦极为羽为褐色 背部及胸部是橄榄色 头顶有一部分是红色的 分布由亚历山大洲到阿根廷 喜居于较开阔的环境 如大草原、农耕地、大型河川沿岸与世界区域 碧胜鸟身长约20厘米 如同麻雀大小 与老鹰的体型相差50余倍 碧胜鸟虽小 却很勇敢 不但敢于同比它体型大不少的鸟搏动 甚至遇到比它大几倍的猛禽老鹰 也毫不畏惧 这种鸟类本身习性 并不具有特别大的攻击性 一般而言并不会主动去挑衅其他的鸟类 但只要老鹰出现在它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被它们看到之后 碧胜鸟一般都会主动发起进攻 它是老鹰最大的克星 一旦被碧胜鸟盯上 老鹰便难以逃脱 老鹰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80千米 比一辆跑车还要快 但是在碧胜鸟面前 也只能算是小屋见大屋 碧胜鸟的飞行速度最快每小时 可以达到90到100千米 老鹰在捕猎方面之所以强大 完全是依仗自己的千里眼发现猎物 用强劲的爪子猛击猎物 但这些优势在碧胜鸟面前 已经失去了作用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不管老鹰怎么样飞扑猛抓 就是碰不到毕胜鸟的一根羽毛 等把老鹰耍累了 毕胜鸟就趁它不注意 从高空中俯冲下来 产生巨大的惯性力 然后伸出尖嘴 着重老鹰的后脑勺 相当于一根铁锤击中了老鹰 疼痛感可想而知 它也会用自己的利爪 去抓老鹰的眼睛 老鹰只能不断旋转身子 躲避毕胜鸟的攻击 毕胜鸟的体力非常惊人 能不断地爬升 然后俯冲下来 快狠准地击中老鹰 再厉害的老鹰 也受不了铁锤多次击打 最后老鹰也像猎物一样 坠地而亡 而毕胜鸟之所以 有如此大的攻击性 全然是因为 它们有着很强的护载意识 它对于自己朝守护得很紧 如果有别的鸟 来侵犯它的家 不管和来犯者的实力 相差多大 它也要奋力迎击 拼死战斗 不把来犯者驱逐出境 绝不罢休 即便是站在 食物链顶端的老鹰 看到毕胜鸟 也会对其避而远之 不得不说大自然 都是一物降一物 纵观整个生物圈 不管是多么强大的生物 都会有自己的天敌 甚至是一些 看似不起眼的小动物 也可以将体型庞大的生物 置于死地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动物存在的天敌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要相信 无论是任何动物 人类都是它们最大的天敌 现在很多动物 都面临着灭绝的状态 保护动物已成了一不容辞 当物之急的事了 只有人与自然和平共处 才能不断发展 生存下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认为老鹰 除了人类何必胜鸟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对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